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连巴菲特他也没经历过 那我也就不多评论了 下面我们用Excel的表格来看一下指数的表现 好的 那我们看到现在这是从98年一直到2019年 每一年S&P500的指数的结算情况有涨有跌 那我们来做一下基本的计算来计算每一年年化的利率 那我们以一块钱为基础 每一年等于上一格乘以一加上回车 好 比如说一块钱到第二年变成一块两毛八 我们把这个公式拖下来 那么到了2019年这些钱变成五块五块钱多一些 然后我们计算一下年化的利率有多少 那公式是什么样呢 等于 开根号 开几次方呢 第一行开一次方 这个是 减一就等于年化的利率 所以第一年年化利率就是28.58% 我们把它拖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长期来看 这二十年来年化利率是7.63% 但是在中间的每年的年化利率有高有低 甚至还有负值 因为我们现在引入了指数型保险的概念 那么它的概念是怎样的呢 就是上面有封顶 我们这里的封顶选的是11.25 然后下面有保底是0% 我们用公式来算一下 首先呢 我用一个判断等于 如果我们当今的利率小于0 那么就返回0 那么就返回0 否则的话就返回原数值 好的 那我们把它拖下来 好的 那我们完成了保底这个计算 然后锁力等于F 如果这个数值大于11.25% 那就取值11.25% 否则的话 还取原值 OK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封顶的效果出来了 原来是28.58% 变成了11.25% 我们也把这个公式拖下来 好的 这样就完全把指数性保险 封顶和锁底的这个机制表现出来了 我们还以1块钱为基础 好 那么第二年等于这个乘以 括号11加上每年保底锁力的利息 好的 再把它拖下来 那么到2019年呢 从1块钱变成4块5毛7 那我们再来计算一下 指数型保险的年化利率是多少 它的公式跟上一格是差不多的 跟用指数型计算的 公式差不多的 等于 开根号 减1 好的 第一年是11.25 这是没错的 我们把它拖下来 好的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说 总的来说20年 在指数基金下成长为5块钱多一点 但是如果放在指数保险 你只有4.57 但是我们在每一年平均的年化利率 都不会低于5% 除了有一年例外 也就是这个是2000年吧 是2002年 因为在连续三年下跌的情况下 有一年是比5%低一些 但是每一年的 年年化的利率都在5或者6左右 所以总结一下 指数型基金如果选取的时机好的话 你是会有不错的回报 但是 平均每年的年化利率 有高有低 波动很大 如果你恰好赶到了这一年 那你就是4.77 如果你赶到这一年 就是1.02% 反过来看一下 指数型保险的年化利率 非常的均匀 非常的稳定 好的 我们以指数型保险来举一个例子 那这里是40岁 女性不抽烟 健康总计很好 这是一个100万的保单 我们设置它只支付前5年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份100万的保单 同一年的保金是33,000 33,000 33,000 3万 最后一年是1,500,000 加起来差不多是10万 差不多15万吧 差不多15万的钱放到里面 那么我们看到在第15年 如果按照指数型计算的话 我们的现金值差不多是28万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选择每年有一个income stream 也就是每年从这28万中取一些钱 一直维持终身 那我们看一下能取多少钱 从第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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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们看一下 根据系统计算呢 我们平均每年存3万 然后5年放进差不多15万 而在第15年的时候 我们每年可以取出25,000 并且可以维持终身 也就是说指数型保险可以同时达到每年 稳定的收入 再加上每一年稳定的取钱 最后我总结一下 我完全没有排斥投资股票 或者是投资基金的意思 只是想把我对指数型保险的数字分析 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可以做一种风险比较低的长期投资方式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还是要强调一点 保险是一切财务规划的基础 没有保险的保障 一切财务规划都是空中楼阁 要知道生病和死亡是我们不可以避免的 而保险是唯一的方式来为这些小概率事件买单 视频的最后欢迎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欢迎点赞转发 谢谢